我忘記了 我們帥氣的主持人 我們帥哥美女 我們的蘇宇社長 還有我們的蘇宇社長 親愛的建議的家人 大家好 好 我是尊嚴社 28期跟29期的社長 我記得都很謙虛說 我寫留校 查看 天曉得 都絕對不是留校 是因為我太愛建議的 什麼 社長 拜託一下 讓我再連任一下 這個舞台就會讓人家 社長這個家人 讓人家非常絕對 非常喜愛 所以我連續做了兩次 也感謝社長給我這個機會 做一個學習 那今天是 沒有媽媽肯 沒有爸爸照顧 也活了 20幾年 然後55塊 又到56屆 56屆 當然是歷屆的社長 一個努力 歷屆社長一個努力 那最重要的是 在我們的55屆的時候 我們是婚社長 是不是給我們送社長 掌聲 謝謝 我們書座 請坐 他有非常高的一個學歷 他本身在瘦整夜市 那個高階的管理人員 然後當初想說 他在小社長 只要願意願意帶 我要天曉得他在帶我們社長 把他當作企業 大家 經營 用事業在什麼 在經營 然後用企業的理念在什麼 在規劃 在帶領 所以在我們的福建 因為在孫社長的帶領之下 當然有很多的幹部 他有他的一個很大的大方向 跟一些規劃 然後有他非常棒的一個幹部去執行 所以我們在五十五屆的時候 真的是收穫非常大 因為他已經跨著這樣 回營了 把我們那些資深的那些老賊 不是 資深的優秀的那個社長 把我們的嘉賢社長 把我們的那個立峰社長 把我們玉蘭社長 那都是非常有趣 我在同台上 有很多經驗 把他帶搭起來 把他們再拉下來 然後去各個小組裡面分組 然後去照顧這個小組 那不只在台上學習 在台下互動的時候 他們都在做一個學習 這同步的 所以在五十五屆的時候 真的做了很多人在創局 包含分組 然後這樣這個 現在時間是帶領 那也大概 那個 我從進到今年這麼久 就在五十五屆收到最多的簡訊 有什麼家裡發生什麼喜事 什麼 都簡訊發來 花了多少錢 對不對 謝謝你 為了這檔故事這麼多 那 也成立了我們的那個 這個部落格 部落格是我們很多的 有心的幹部 他每次上課完的時候 就上我們的什麼 部落格 所以親愛的我們所有的 現在的家人 如果你沒有時間來到我們巨顏社 來互相學習接觸的話 歡迎你上我們的巨顏社的部落格 你就知道 哇 這一期老師講了哪些重點 而且我們的社友真的好厲害 老師幫我丟掉 他們做的筆記 比老師在台上講還怎樣 還精彩 因為他們會從會貫通 還加以詮釋 加以詮釋 所以歡迎你上我們的網站 有任何一個很棒的話 你就按一個什麼 讚 如果覺得可以再加強的話 也不令給我們所有的伙伴 一個建議 讓他好能夠更好的 學習跟增長 進入到我們的 這麼優秀的社長的一個 穿承之下 我就是小龍女 穿承給什麼 航家 還幹掉了 航家的那個 我們的部落格社長 部落格社長 這個人就知道 這個人就知道 你這三個 說不定的 說不定的 你還真的知道嗎 松下的影響 不是 我們看來沒看 首先你還是冠主 冠主很厲害 但是各家的什麼 五公斤網路去擷取 我們問題社長 在進入到我們社團之前 他是非常勤於學習的 去參加過很多的一些學習 那學習不是一般的社團 就是那個 都要花很多錢 花很多錢 包含我工房 包含我們的圓桌 包含我們的卡類資 他上了很多的課程之後 為什麼剛剛我們的 立正老師會打爆料說 我們這一次 五十六起的課程 會跟以往的討論 他帶進來很多 企業管理 企業的一個 所謂的教育訓練 那個什麼 的元素跟精髓進來 精髓進來 所以他這一次的 那個 每一堂的講師 他也非常的要求 他希望不只是理論 跟什麼 技巧 很重要是加入什麼 體驗跟感受 讓整個學習的成效 會倍增 會倍增 這是我們立正老師在他的 整個學習過程中 而且他邀約很多都是 企業管理界的頂尖的講師過來 所以也承擲地要求我們 所有的家人 在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四晚上 7點半到9點半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就過來 來體驗一下我們 經過我們55屆的交接傳承下去 56屆的一個課程菜單 真是非常精彩 剛剛難怪我們的那個 立正老師能夠怎麼 敢打包票 敢打包票 我們的去年社 實際上 整個社友都是非常非常優秀 非常優秀 在我們青門那個 屬屬社長的任內的話 我們金國獎 馬克獎這樣拿到幾個 3個 拿到3個 因為我們有一個更優秀的 我們的社長帶領 我們華生社長帶領這樣 拿了4個 沒有關係 我們做良性的這樣 競爭 對 我們就明年度在看 新年度在看 那在去年的話 我們金國獎有8個獎項 我們注意的是哪幾個 4個 4個 4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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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表示說 整個社團的一個 教育是有它的一個什麼 成效的 尤其在我們的奧瑞鋼 很多的名字下 也日益茁壯 所以今年奧瑞鋼組的 請舉下手 奧瑞鋼組的 奧瑞鋼組的 好 志在拿多少 志在拿什麼 關注 要我們的 奧瑞鋼組的 謝謝 謝謝 顧名起來 再公開 公開兩人以上 公開承諾的話 具什麼 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 所以我們今年 軍營社的 所有的幹部 所有的奧瑞鋼的幹部 跟組長的話 今天一定要 要把金牌留在哪裡 留在軍營社 在我們所有的家人 欸 你能嗅嗅囉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良性的 怎樣 進正而不動 一個成功的人 一定要一個可敬的 什麼 對手 我歡迎大家 都成為軍營社可敬的對手 但是軍營社不是省油的 什麼 可敬的 因為我們的那個 林鄭老師 他很嚴格的 很嚴格 都不斷的拿著編子在提議 那軍營社整個的一個 呃 那個什麼 展現都跟我的服裝是一樣的 是可以怎樣 光鮮亮麗 但也可以什麼 熱情 勇盡 腦跑的這樣 非常快 所以就是我們最近的一個特質 那今天非常 謝謝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家人來 歷領我們家 五十五集 五十五集 五十六集的一個交界典領 那這邊也先 這邊祝大家 龍年 新大力 能夠欣賞 世才 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